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昨天晚上我整理了一下 我前段时间去夏威夷的一个穿搭 我就很想和大家分享 因为里面的有些单品 我个人觉得就会很实用 并不是说我只是为了这一趟旅行去购买的 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我 今年很早些时候 甚至是去年前年的一些旧款 而且我觉得它们不仅适合于海岛生活 度假生活 你回来之后回到城市的生活 它里面的单品也是完全都可以用上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单品 分享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天带的这些首饰 大家首先忽视一下我的美甲 这个是我去夏威夷之前做的 然后大概已经过了三周多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也基本上掉差不多了 我这周就要找时间去把它处理一下 好 我们的重点回到我们的戒指 我这次去夏威夷买了一个 Coco Crush的这个银色的戒指 我最近就很喜欢把它迭搭 我觉得把它和我之前有的这个金色的戒指叠搭起来就很好看 其实我有尝试过我要不要买一个宽版的银色和这个叠搭 我当然在店里试了一下 我觉得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会让你的手指变得特别特别的短 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推荐就大家如果你想去叠搭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一窄一宽 我觉得它的一个效果会非常好 这个戒指我真的忘掉了 这个戒指我大概买了两年了吧 我会找一个类似的放在下面 然后今天的重头戏呢 是我戴的项链和我的耳环 都是来自于纽约的一种饰品牌叫做安纳路伊萨 如果你看我的视频很久的话 我相信其实你对这个牌子不是很陌生了 他们家是专门做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首饰 但是他们家的单价都不是很高 像我最近有选 他们这次给我系了三款 然后第一款是很简洁的很大方 一个圆起那儿还 其实我觉得就很适合于你想要一些存在感 但是又不想too much的这种感觉 项链我其实很早前有买过他们家的一个长版 然后这个是短款 大家可以看这个细节 我觉得做得就很好 然后这个项链我觉得单大也好 然后你也可以和一个表系的这种链子进行一个叠达 因为其实我对他们家这个手术的质量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以像我最近洗澡睡觉我都不会摘掉 因为我知道他们家的手术是完全不会变色褪色或者说氧化的 然后这个是第三款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小耳钉 然后上面会有这种水钻的设计 这个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秀气一些 更加的精致一些 我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我去健身啊什么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戴这一种 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不会影响到你健身这样的一些做动作 但是同时也会给你一点点这种搭配或者说一点点坠就会很好看 这个耳术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在不同的有时候有那个光过来的时候它又会一闪一闪 然后没有任何的腰身 但是大家看在细节处它背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扣子和一个这种小腰带 我觉得穿这一件就非常的舒服自在 就你不用再去多想我应该怎么样去搭配 而且长裙长袖对于防晒的这个效果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呢我有配的是李宁的这一双小白鞋 这双鞋是我去年在阿森上面买的 这双鞋其实穿得很舒服 但我基本上穿它的时候都是光脚 透气型还是蛮好的 其实去海边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单品就是布袋子 然后这一次出门前我在Marnie 然后就买了两个这样的布袋子 第一个是这种它真的超级能装 就是我平常出门的时候里面大概放两三个相机 水钱包补装的各种东西 包还是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形 并且它的这一个包袋 它不会说就是像我们通常见的那种很简单的布袋子一个绳子 它是有许多这样的小细节拼起来的 所以你在视觉上面这块看起来就会更满一些 但是它完全不会影响到你去背它 如果你这样测证去背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还是会很舒服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夏天在城市里面 或者说冬天你穿一个表身色的大衣 去背一个这样的布袋子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的 第二个是我觉得非常具有男孩子气 这种穿搭方法 不管是你自己或者说你的老公 另一半都可以get的 像我的话里面就穿了一件这个黑色的裹胸吊带 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它是Orson Iris这个品牌 它非常独特的是它胸前的这个设计 就是两个笑脸然后设计在胸部的这个位置 说实话在夏威夷这样的天气里面会稍微有一点点厚 但是因为它裹得很紧 所以它的材料有一定的厚度 你就不用担心你内衣需要穿什么了 像我穿这个的时候我是没有穿内衣的 就配了一个高腰的白色短裤 我是前段时间在Cosma 其他很多的牌子都有类似的这种短裤 像我觉得这种短裤就很适合于你夏天出门的时候 不管你去哪都可以背一条运动或者说你去外面逛街 或者说你就是在酒店里面待着 这一条短裤都会很适合 它的这个松紧就很高 所以它会显得你的整个腰很细 然后你的腹部就很平 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要防晒什么的 然后外面就搭配了一件衬衣 来自于Acne Studio的男款衬衣 可以说是我这个旅程中最常穿的一件单品 虽然说三位一天到晚它的一个气候都比较的闷热 但是我觉得你随身携带一件这样的衬衣 对于你防晒或者说在室内空调特别冷的时候 还有你转机啊 然后坐飞机的话 这样的一件长袖衬衣是很实用的 并且像这样的一件衬衣的话也可以算作是男女通穿 下面我就配了一双我这一次的半用酒 这双Borking Style鞋子 哇这双鞋子真的是 我觉得到后期的时候 我都已经不想把我的这个鞋包打开去尝试其他的鞋子了 因为这双鞋真的就是既百搭又舒服 有很多同学反应说是他这一次我搜我的旅程照片里面最喜欢的一套 就是这个粉色的连体液 它是来自于Rosa这个牌子 北国这边有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 其实是我一年前买的 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穿 我觉得它就非常符合我心中 非常舒服自在然后没有任何舒服感的这样的一种穿搭 这个料子就很垂坠很轻薄 但其实我这样动一动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料子的舒服性 它的这个肩线做的是会稍微有一些些宽 我就会觉得可以把我的肩膀修饰的很好 这种衣服就真的太适合于你在海边特别暴晒的天气下穿了 走路的时候你的裤子就会一摆一摆的 然后你整个人其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凉快的 这个品牌他们家的像衬衣啊裤子都还挺值得购入的 因为我也有尝试过他们家其他的单品都很适合于通勤 然后都非常的实用和百搭 和它相配的一双鞋子 其实我觉得越是这种拖地的长的阔腿裤 大家越不要去穿就是比较高的高跟鞋 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too much 如果你去搭配一双非常简单的平底鞋的话 我觉得在整个人的这种气质的感觉上面是会更高一阶的 但是呢下面的这双鞋我其实有一点犹豫 要不要再和大家推荐一下 因为我之前穿的时候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 我当时穿这双鞋配这个连体裤 我那天走路大概走了有一万多步 然后回家之后整个人的脚还是很舒服 没有一点点磨损的感觉 然后之前我也有和大家说过就是 这个鞋它有出两款 一款是这种Jelly的版本 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一些 大概一百美金左右 然后还有它出的是真皮的版本 真皮的话就大概两百多美金 我说我其实很推荐Jelly这个橡胶的这一款 它会有一点点回弹 然后软软的就很舒服 但是在我离开夏威夷的最后倒数几天吧 那天我正在穿的时候 它这个袋子就断了 我不知道是就是它整个这个版本的问题 就是这个橡胶材质的问题 还是说就是我这一个单个的鞋的问题 其实总的来说我这双鞋也没有穿很多次 所以就我还是很喜欢它 我觉得这一点需要你们自己去判断 就是值不值得入啊 但是我觉得它整个这个鞋的鞋型 以及它的这个舒适度是真的很好的 哎 其实我还真的还想再入一说 因为它穿起来真的很舒服 第四套 然后我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发现的宝藏单品 大家看我手里这一摞 就是我在Brandy Melville买的这些短袖和背心 他们家的短袖其实都是居马行 我这个身型我也有买 然后像毛总的话就很瘦很瘦 他也有买 我穿也合适 他穿也合适 所以大概体重在80斤到110斤 然后身高在1米6 1米7 这样一个区间的女生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放进去买 这件衣服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是我觉得它的一个弹性很好 这件你看我已经穿到 它们两个应该是一个颜色 然后但是这一件都已经被我穿成 挤得有一点点颜色变浅了 在特别热的时候 你随便穿一件这样的小背心就真的很舒服 并且它的这个面料是这种螺纹的织法 不会特别的透 它对你身体的一个包裹性都会很好 像我大部分时间穿这个的时候 我都是不怎么穿内衣的 但是也完全不会有凸点啊什么的 然后同时呢我还买了这个白色 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小背心也穿起来非常的好看 好像这个就是白色 它整个的这个感觉就会非常的夏天 但是穿这个白色 我觉得你里面的内衣是要打一个底的 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今年发现的非常好的内衣 应该不算是内衣 它就是一个这一种胶带 就我买回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的一卷 但是我现在已经用到这个地步了 就每次你会根据你自己的长度给它一剪 然后贴上去就好了 像我胸比较小 所以我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防肌秃 如果对于有一些胸比较大的女生的话 你可以多贴几条 它比起胸贴是有一定的提拉功效的 所以这个其实我很推荐给大家 我基本上都已经快用完了 这个是我起初在instagram上面发现的一个广告 但其实像很多的现在的内衣品牌 都会出这种东西 我就搭了一条这种浅蓝色的棉质短裤 这个裤子真的是太舒服了 很早前在cosme买的 然后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其实觉得这一次它有带了一个非常适合的单品 就是这一件frame的白衬衣 大家不要看这种白衬衣会不会觉得说 那它是不是有点太通勤 然后出去玩的话有可能穿不上 但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派上用场了 它其实就真的很薄 所以你穿它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热 但同时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防晒的效果 我们去大佬的火山公园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属于天气变化特别多端 特别诡异 一会晴天 一会下雨 一会又刮风 我里面穿的那个小背心 然后外面再配一件这样的白衬衣就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旅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穿到一些你平常基本上穿不太到的衣服 就比如说像这一件其实我已经买了大概两三年了吧 是TB的一直没有机会去穿 但是因为它又非常的好看 就它这款会有一个这样系的一个蝴蝶结之类的 如果直接把它处理掉的话 我又会稍微有一点于心不忍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留在衣柜里面 一直到这一次 第一是因为我因为最近锻炼嘛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我的肩膀的线条比之前好看了一些 第二是我觉得那这种衣服其实就是应该留给海边穿的呀 你这一次不穿你还有什么时候可以穿 然后我就戴上了它 这种衣服的话我会觉得你的下身其实越简单越好 我就配了我前段时间在Mango买了这一条数条纹的阔腿裤 和大家说Mango其实最近有很多很多 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看的单品 并且它们今年的质量都非常好 那这个阔腿裤也是我当时看到模特上身图之后 我第一眼就装草了 而且它这个竖条纹不是很丝绊的 就直直的竖竖的下来 它是会稍微有一点点 就感觉是你用手这样画上去的一样 看起来就会多一点点活泼 然后生动的感觉 那同时它的一个面料也会很舒服 手感很好很垂坠 也会起到一个很防晒的效果 穿起来的话一点都不会热 然后这条裤子我买的有点大 我买的是M号 然后它会一直往下掉 我穿S号应该是合适的 然后它其实同时前面它还会有一个腰带 然后我觉得这个腰带也很好看 稍微有一点点高腰 然后这个腰带一系 很推荐大家去购入 去通勤的话 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是可以的 你外面可以穿一件西装就OK了 第六十二传带 我承认是我专门为这一次去海岛买的 它是一件Mango的连体裤 这一条连体裤 其实说实话 我买了之后 我没有想到它的质量能这么好 就和我刚才和大家介绍的 那个黑色的调味裤的料子是一样的 它很垂坠 并且就很修身 因为这个连体裤实在是太长了 没有办法在镜头面前给大家完全展现出来 但是大家看照片就可以看到它是一条非常长 我觉得穿起来就很晒 然后很好看的一条连体裤 就可以穿一套泳衣 然后外面穿一件这个也不用再想说 分这个上圈和下身 到了海边你其实脱掉之后就很方便 并且像这一种料子 它遇到海水 然后太阳一晒 其实立马就会变干 很方便 其实如果只穿这一条的话 我个人觉得整身会稍微有一点点单调 然后我这次在海岛就get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单品 就是帽子 是中午 然后太阳很晒 就算戴了墨镜 它那个太阳的位置很高 它还是会晒到你眼睛 然后眉头就会有一些皱 拍出来的照片就并不是很好看 但是如果有一个帽子之后 我就发现 第一是它会让你的表情真的舒展很多 第二是你拍出来的照片 然后这个帽子就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配饰 看起来很复古 平的这种 我不太会形容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帽顶和这个帽颜都是属于比较平的 然后这个帽颜其实是属于比较大的 我这个帽子的大小 大的是55厘米 然后我大量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大的时候 就是你得把你们前面的刘海这样往后 特别度假的这种休闲感 同时我觉得它会有一些都市的这种时髦的气息在里面 然后这个是第一顶 而且我觉得戴这种帽子你拍照的时候 你不用露出你的脸 你直接稍微低一点头 然后这个帽眼妆就会很好看 拍出来照片会很美 第二顶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礼帽的感觉 这个帽子它会比刚才那个稍微软一些 然后大部分时候都是刘同学在戴 那这个帽子就是会比那个帽颜稍微小一点 这时候我觉得相比那个帽子应该会更适合我一些 看了一下这种帽子的保养 就是你拿蒸汽运斗 然后不要接触来给它边摁边运 然后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形状 然后我这个帽子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变形了已经 我是感觉它稍微有点压变形了 但这种帽子我觉得平常留一个在车里面戴也是特别好的 就是可以很好的遮住阳光来什么 差不多吧 就是这种感觉的 我也不太会戴了 在城市里面穿着我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里面可以穿一个公司型的背心 然后外面穿一个这个其实也还挺好看的 然后大家看在这儿衣服如果我想在夏天穿的日常点的话 我里面完全就可以穿一个这种工作型背心 然后穿一点这个 它下面的话其实就跟我照片里面出来的是一样的 我昨天刚练过腿这会儿直接腿伸露纸 第七套 我记得那一天穿这一个的时候 是我在塞尾仪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我们坐飞机叫回去 白天我们就把幽瓦尔地方选在了植物园和平等园 然后最后一天了嘛 我觉得整个人的一个身心都属于特别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穿着打扮这件事情上面 我也不想说再去花过多的力气 一天就穿了一件这一个TG裙 然后它是我去年在Frankie Shop买的 其实它这个垫肩就对于我们这种 对于自己肩膀不自信的女生来说就非常的友好 它可以很好的修饰你整个身材 就是一个直筒型的 下面穿一双运动鞋就完全可以了 而且这个颜色其实我很喜欢 它就是给人感觉非常清爽的豆绿色 在大夏天只穿这样一件衣服也蛮凉快的 今天看了下还有白色黑色 我个人觉得黑色白色我也挺推荐的 就整个夏天你可以靠你其他的单品啊 帽子啊或者说鞋子去做一做搭配 下一套是一个短的连体裤 然后是我手上的这一件 它还是来自于Mango 这件我觉得也是很适合于你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在城市生活 这样去搭配的一件单品 这个面料的质感还挺好的 同时也不会说特别特别容易皱 有很多高阶品牌的连体裤 就是看模特船感觉会很好看 但是往往我们收到之后有可能它的面料就不会那么的有形啊什么的 但是这一条就完全不会 并且我觉得它是有一点设计感存在的 但它前面是会有一点点这种褶皱的设计 然后一个威力啊 整个的拉链是在后边 这个腰块这边做的很宽松 同时它会配有一个腰带 那你整个身材的这个比例就可以靠这一个腰带去啊给它凸显出来 如果搭配这种特别简单或者说特别百搭的单品的时候 我喜欢在配饰上面下点功夫 那我配刚才这个连体布的时候我就搭配了这个墨镜 这个墨镜是我大概两年前买的Celine的这一款 然后一直到这几年都是第三年了吧 我还是很喜欢 品牌也有在出 所以我觉得其实花稍微高点的钱去投资一款这样的墨镜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它戴上之后整个人就真的非常有度假的感觉 穿一身特别简单的衣服 但是只要戴一个这个墨镜 我觉得你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不一样 照的时候你不管是戴上去还是放到鼻子上 或者说像它也可以非常好的去卡在你的头上 我一般喜欢墨镜就是比如说这个样子卡在头上 然后尤其你在进到室内之后 你的头发也不会在你的脸上呼着 然后它就有一个发彩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具有城市的感觉 然后也是我在这一次 好像大家也普遍比较喜欢的一套 很简单但是同时又很出彩 我上面配了一个这样的白衬衣 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是这个 它的细节在于它的腰部是有一个这样的抽绳的设计 穿上它抽紧之后它就会很好的把你的整个比例显出来 搭配的牛仔裤是我最近其实还陆续续收到了好几条的这个 加州的品牌Girlfriend的这个牌子 我这一次搭配的这个系列叫做Carolina 这一条是有洞的 我觉得像这种上面有一点点打磨有洞的话就会更符合你平时休闲或者说去玩的这样的一个气氛 我觉得它这个打动的位置就很精妙 它是在膝盖的上面一点点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视觉上面就会给人感觉是你小腿会很长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家这个牌子的牛仔布料的感觉 基本上没有什么弹性的 然后同时很厚实非常好的感觉 它有很好的包裹住我的腿 然后让我的腿形就正好fate在它设计的这个牛仔裤的版型里面 腰腹部显得更薄 然后更平一些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收纳牛仔裤的小方式 就是我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S挂钩 然后我会用这个钩子把它这样勾住 把这个东西挂在那个衣架上就好 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帽子 可以说是这一身的一个点心之笔吧 就不会让一件白衬衣加牛仔裤再加一双拖鞋看起来那么的无聊 非常强烈推荐 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脸型或者说头型 去购买极品这样的帽子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下面这一身我上衣很早前买的这一件短袖 然后它和我之前分享的那个吊带是同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短袖大家看它胸前会有这个设计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看起来很调皮 同时也很有特点 然后这个短袖也是属于比较紧身比较短款的设计 那我下面呢就配了一个比较宽松比较阔型的阔腿裤 这条裤子也是来自于COS 它的一个腰部是松紧的设计 穿起来就会很舒服 然后它还有一个同时这样的鸡蛋 而且它这个裤子其实真的是超级超级宽 一部打眼的话会以为这是一条裙子 但其实它是一条裤子 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条裤子它同时也有黑色 然后像我觉得如果是在夏天的话 选择一条这种浅米色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去夏威夷和大家分享的 这是来套穿搭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